哈喽大家好我是莎莎 今天这条视频呢是来教大家怎么做这样的头发 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一直以来呢都比较蓝 然后就是这种黑长纸 非常有势的造型 就有点无聊今天就来尝试一下新的吧 首先呢 这次要用的就是这个拉纸板 就是这个拉头发的 同一个板子 是GHD的Platina Plus 这边呢有推荐过 按一下呢就是开机 等他想第二天的时候 就是预热成功了 首先头发呢分成上下两区 痕迹这块长粉吧 把上面这处扎起来 然后再从中间 后脑勺的地方分开两边 现在这两边的状态 那我们先从这边开始吧 分开两区吧来看 发尾的地方是从来瞧的 好 拉前方不能得去 再拉一次 我再拿它 这么伸张不会不错 腰一下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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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手这样子 不然它没有办法定型 特别是 因为靠上面 头发上很重啊 上面的话 这会很容易做的 变直了 变直 变直 拿出宽尺区 宽在这边 去把它梳开 然后分开两句 这句 在做同样的活动 先把尾巴 完全 要从下面开始用上 然后做到活动以后呢 我们就要 平对吧 要厚住哦 不然它 就觉得没有办法 很好地成型 然后再往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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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这样再厚住 让它完全变形 你在这边轻开 摸到 还这里烫手的时候 就是因为它没办法太多冷却 用它差不多降温了 这个用手 如果可以的话 它这样摊下 让它有弧度在那活动 就会更加的 跟着同一个 在那边在鼓鼓去做 上色就好了 不是要一模一样 发根呢就拿这种玉米夹 玉米薯 我用的是 我有这个牌子 然后度数呢 我开的是三把五啦 这种尖的梳子 撩起来这部分 贴近发根 用那个夹 很快速的松脚 这种毛绒的感觉好 再送一半吧 这种平行哦 就是贴近发细线的 然后包下来 可以看到这边 比这边 不碰很多了 做玉米薯嘛 吃个根部 然后这边乱了 就没有这么整 那这个很简单 其实就在前面去压几下 它就大概有弧度 像这边 这个弧已经不怎么 不怎么弧了 那你就拉在上面 走 转到 然后 拖住 拖住 就好了 可以抹一点这个 像一个 免洗的 破大碎吧 拖开 放在两边 它就不会有那种 飞起来的小头发 那头发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这条视频 那我们这样子再见了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